胡志明市每年拥有许多传统庙会和新的节情活动,充分展现了这片拥有300多年历史的土地的独特文化。 除了保护遗产和弘扬文化的意外,这些庙会和节日也成为吸引大量游客参与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旅游产品。 最典型的是,已被公认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秦耶县秦耶营翁节,这是胡志明市秦耶县渔民的传统庙会,与每年农历8月14至16举行。 营翁节期间举行多项热闹非凡的文化、艺术、体育、民间游戏等活动,吸引众多居民和游客参与。 此外,胡志明市还举行许多与当地文化特色相结合的新节日,如奥带节、春季花卉节等。 所有这些活动成为对当地居民和游客极具吸引力的打卡地。 同样在南部,作为九龙江三角洲地区中心城市的秦居室,每年也举办许多庙会和节日。 吸引众多游客参加,如南部民间糕饼节。 这是介绍南部人民传统美食文化的价值的良好机会,逐步将南部特产品品牌打造成为国家品牌。 从旅游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各地方需要想方设法,致力弘扬每个庙会和节日的独特魅力, 充分展现当地的文化特色,鼓励当地居民和游客积极响应和参与,使其文化价值得到更广泛的传播。